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背上的观察 先来请到冯顺老师 好了 感谢真伟 那朋友看到今天的盘 你有没有很高兴 各位 其实今天的盘是 你应该要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今天礼拜三嘛 你礼拜一涨300多点 362点 昨天跌180点 今天又给你涨128点 怎么会不高兴 各位是不是 但是大多数的人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都去追老黄的名牌 那我也告诉你 老黄的名牌 在我的看法 我认为就只有挥打这一档 我刚才挥打这一档 事实证明挥打今天早上 也又大涨了将近5% 再创历史新高 那至于你说 他讲的那么四十几档 那一些个股 怎么昨天很多跌停了 今天又补上 创新低或者跌停 各位人家没叫你去买 各位是不是 我一直跟各位说 投资人 你一定要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所以说好的个股各位 就算短线上震荡 他一定会还你公道 那如果是投机的个股 就算短线上你有获利 你不跑的话 你就长线套牢的开始吧 因为一切的因果就在你的手里 来各位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来看看 礼拜一六月三号大盘涨362点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没有占上多少 21558 所以上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调节是有效的什么 空方力道 虽然说礼拜日晚上 台大运动馆 这个挥达的一个什么 演讲两小时非常的精彩 连赖总统昨天 也在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 那边公开讲话 台湾这几天非常的热闹 几乎就是世界运转的中心 是没错 但是你要尊重空投 上礼拜四礼拜五 的确是跳空往下跌 礼拜一的反击是失效的 各位是不是 这就是投资要很踏实的去 看看每一个什么一个讯号 所以昨天大盘跌180点 我认为合情合理 这有什么奇怪 是不是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那些点名的个股 人家不是点名名牌 所谓的名牌是电视台记者 或者电视台把它加上去 人家不会点名牌 又不是台积电 台积电有没有点名牌 台积电叫你们来买自己的公司 他也没有点名牌 各位对不对 而且我刚刚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等一下跟各位来分享 你持续叫你朋友来收看 来各位 昨天六四天安门35周年 对不对 大盘跌180点 也没有跌破上礼拜五的低点 是不是 那外资卖了200多亿 我跟你讲 这个新兴市场调节 是因为印度的政坛出问题了 他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一个 选举执政党没过半 其实跟台湾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外界忧心 那因为新兴市场 印度跟台湾是同样一体的 所以国际的一个资金就卖超 各位你知不知道 这是昨天的一个情况 那也没怎样 两天台湾没点 各位 今天早上来 其实美国股市慢慢的在指纹 所以我一直告诉你 美国股市要面对的是什么 11月5号总统大选 所以现阶段要绞尽脑汁要干嘛 要让选举权去降息 我觉得这应该是美国的一个执政党 要做的事情 包括拜登要走的路 不然川普听说有可能判刑 他的支持率越飙越高 所以这个全世界好像都封了 对不对 你跟我不能封 我们要维持中心原则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开平震荡杀低之后 就一路的往上拉 对不对 那你看收盘还是没有站上21558 所以一样是在这边做一个整理 也可以说是司令台前集合 因为我看到今天的台积电 我看到今天的一个信华 我认为AI要大涨了 AI的涨不是你说老黄点名的那一些 有未来但是没有营收的个股 因为那法人不会买 要新台币升值 大升值外资进来拉上去 不然业内业内还是躲在营建股 所以营建股有的三十几年 十七年新高是这么来的 那当然台湾股市各位不用忧心 因为蔡老师还没畅流 蔡老师没有 看昨天刘德英 这个卸任要退休了 我今天也跟着退休 没有啦好不好 蔡老师还在岗位上 而且我刚刚发现的一个秘密 就在台积电身上 所以台湾股市还有很长的路 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来 我说真正伟大的投资 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是不是 台积电 台积电是赢魏泽家时代 你看看魏泽家是得出品这个 刘德英是得出品这个 你觉得哪个比较老 事实上明是右边刘德英退休 然后魏泽家接任第三任的董事长 第一任张忠谋 各位 我们先讲正事 等一下再告诉你谁比较老 好不好 我也吓到了 想说怎么会退休 退成这样 台积电看望AI 今年大成长 是不是 对吧 当然他这边有讲一个重点 各位这边你一定要 新任总座魏泽家先生 就是左边这个讲 他说希望调涨价格 好刚刚讲到的一个秘密 其实各位魏泽家比刘德英还大一岁 所以竟然是年轻的董事长退休 然后第三任董事长接棒 你有注意到吗 我原先以为我看错 我也觉得不可能看错 结果我去查了一下 今天查一回 一个属蛇一个属马 结果属马的退休 属蛇的上任 然后属蛇的上任说 要去买台积电 当然跟我的里面一样 我天天都在喊你要买台积电 不要去买ETF 各位是不是 对啊 所以说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台积电真的是严重的低估 那也不是叫你盲目的去买台积电 真正买台积电什么时刻 各位 你可以大声一点 各位 像演唱会一样 台积电急跌的时刻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台积电 今天空到了856 各位 他的历史新高878 昨天我觉得 股东会有一件事情 不是说展望多好 而是说要不要分割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他又没操长 我觉得就直接洗脸四星 四星一天都要认识回答 你四星有操长吗 你四星有变过信号 你都没有 你说现在想要认识那种 灰达来分割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各位对不对 专注本业吧 而且灰达已经亮牌了 对他切入了ASC 各位是不是 所以四星最大的考验出现了 不管如何 反正六月天 条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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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就是說台積電已經佔了台灣股市的權重 超過了三成以上 應該是32到33 那也沒辦法好不好 那問題近期我跟你講台積電 不是說今這個禮拜的一個 Computex台北國際電腦展而已 而是下禮拜對台積電也有關係 以前人家說一顆蘋果就台股 現階段叫一顆GPU就台股 我說台積電通通不要 因為他認為小孩子才做選擇 他一顆蘋果跟一顆GPU 他通通要 這才是成熟的大人 那一顆蘋果是什麼 下禮拜蘋果的WWDC 開發者大會 今天早上195.32波段新高 我講的東西不是在說服你 而是每天蔡老師在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看 看整個國際觀 看整個產業面 然後能夠濃縮出來 這些個股帶你去發財 這才是我的本事 各位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看MVD 老黃報名牌 還有揮答 告訴不定 1164 今天早上1165再創歷史新高 剩下兩天 我們也剩下三天 禮拜五六月七號結束之後 下禮拜一六月十號見面就除以十了 好不好 台灣現階段九個縣市首長都在爭取揮揮答設廠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超越黨派啊 然後大家好像很認真的要掌握AI的未來 這就對了 所以說全部政黨都抹消到 好不好都抹消掉 大家就成立一個揮答黨不就好了嗎 各位是不是那不是都很和諧嗎 是不是向前看席對不對 來五二七四的一個信華 昨天天跟你講信華啦 各位 今天的信華 各位 我不曉得尾盤有沒有拉漲停 導播辛苦一下 五二七四的信華尾盤有沒有拉漲停 來看一下 4090 最高還是4120 因為他最後五分鐘撮合 那都不算數不用去亂解 我剛剛我就已經知道了嘛 所以你看我就寫在這邊4120最高對不對 收盤4090 但是呢 都創歷史新高了嘛 你注意喔 今天上4000塊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蔡老師那個時候是在3000塊以下 2980塊跟你講信華 什麼時候各位 鐵證如山喔 4月22號禮拜一 新科股王信華 2980現在已經 來到多少 4090 1200塊了 已經漲了快四成了 是不是 所以我說法人也都在鎖定我的節目 因為他們可以不用養研究員 你的研究員也沒有蔡老師犀利啦 那我關心的是四星KY啦 各位四星KY啊 命中最大的剋星出現 而且是最不好惹的人物輝達 之前四星從創新高4565 就一路的跌 幾乎腰斬嘛 就是因為說市場上 這個輝達要切入 ESC 今天的報紙工商證實了 揮達將自行開發ESC 對不對 所以四星的一個底牌剩下什麼 就是精明兩年 2024 2025年 客戶都沒跑掉 營收會持續的成長 加油啦 再拉過一次高點就好啦 就把所有的一個陰霾拋掉了嘛 不然人家今天證明啊 是不是 你要聽的是這個 而不是要想一些出什麼怪招 出怪波 那邊一拆石 看四星KY會不會繼續漲 不要那麼關心股票啦 關心產業就好 像一些AI的一個老闆一樣 預估後面能夠成長20倍 這樣就好了嘛 你股價自然人家就會去相挺嘛 微影也一樣 這個都還沒有一線攻擊 這一攻擊啊 這都要來挑戰新高啦 這都蔡老師跟你說過 你再來看看啊 我一直跟你講的是技嘉 來 各位技嘉啊 今天的技嘉2376 整盤啊也都在收籌碼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啦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連續兩個月 都創歷史新高啦 那最後一盤啊 各位你也沒看錯 直接突襲收在318 這個2376的一個技嘉 最後一盤拉到318 好不好 所以今年止跌 後面就要來突破 這個近期高點394.5 技嘉今天的一個新聞 天上飛的地下爬的 沒有啦 雲端跟地端的商機 他通通要 學台積電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啊 這個啊 包括輝達也都講說什麼 要伺服器啊 找什麼技嘉的總經理 你看搞錢多好 對不對 這都全部記者寫的嘛 不是蔡老師在那邊捕風桌影嘛 所以各位其實技嘉 真的有底子 為什麼 因為他營收已經上來了 整個老AI方面 就是技嘉廣達跟偽創嘛 那偽創還 上個月還越減嘛 廣達也一樣 衰落1千億 唯獨技嘉 技嘉年成長290% 將近三倍 各位累累 所以廣達 廣達林白李先生也講什麼 他說他要延後退休 你看喔 他的命就沒有劉德英好 劉德英要想親服了 他還要紅服啊 親服跟紅服對照一下 他還不想要接棒讓人家出頭 他說AI訂單太多了 這不代表命好啦 這代表命不好 想想親服才是真正的命好 所以廣達看看啊 五月份營收來說服我吧 其實也大概也接近了啦 今年的年終到第三季 應該營收就要出來了 偽創其實是三者最差的 也要加油 之前不是說什麼拿到什麼單子 有用嗎 不過偽創的一個老闆也有講說 AIPC大概可以比PC的一個時代 成長20倍 所以你來看看包括6274的一個台藥 各位這我昨天都跟你講 因為營收都已經轉好了 我們做研究的就是看這個 不是說老黃爆什麼個股 你就跳下去 結果昨天追漲停 今天跌停板 要理性 做股票是長長久久的 活到老做股票做到老 不要說做一兩天就已經畢業了 好不好 那是小白在走的路 誰是小白你知道吧 對不對 所以你來看看2026年 盧炳對不對 姓華一家 這張都跟你講了嘛 有沒有台藥一家有沒有 所以產業開路營收要打散 這樣互相掩護 懂嗎 產業開路營收打散 所以包括彩玉 你看今天公道的314 各位有沒有 這都蔡老師跟你說的嗎 這台積電的供應鏈嗎 5月30號 10拳也一樣嗎 各位是不是昨天飆到了143.5 各位你來看看10拳 是不是 有沒有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趕快認知覺醒 好不好 產業選股才是股市中的硬道理 蔡老師的節目還沒有加入LINE生活圈的趕快叫你的親朋好友加入 絕對是股市中唯一的正能量幫助你的 所以你永遠不知道跟你玩的是誰 請伸出雙手讓蔡老師來幫你吧 幫你擁有最好的你從此將不會再三心二意 因為戰勝恐懼的秘訣只有一招就是槍在手 趕快跟著蔡豐盛老師走 我們把節目時間先交還給曾偉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告回來繼續請教封盛老師 歡迎回答一言先幫這把時間交給封盛老師 好的感謝曾偉來時間不夠 趕一下進度 衷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來各位我說過 產業選股才是股市中的硬道理 長榮海運 各位其實馬士基一個月內兩度調高 獲利的一個預測獲利的一個目標 對長榮海運才是正相關 至於說望海跟陽明 陽明是關股 那望海是特定人 我剛剛已經在手盤前已經跟你講 所以航運股到底長真的長假的 你要看長榮海運好不好 長榮海運今天好像有一點結束七天的一個整理 之前撥段高點229.5 看他能不能夠續漲好不好 我跟你講的東西絕對都是理性客觀 而且是正面性的 你自己去看 這都蔡老師研究過了 就像光盛一樣 昨天還跟你講光盛 他還在關緊閉 今天一 馬上又跳空漲停板 難道昨天沒有漲多嗎 今天在鎖漲停209 來他公佈什麼 注意看 四月份EPS單月賺了1.04元 年成長將近三倍 恐怖恐怖 我當初跟你講光盛的時候70塊 70塊9 今天漲停板209.5 各位今年1月22號大標股在哪裡 都在蔡老師的節目裡 有沒有是不是 加幣期 我那時候印的時候還174尾盤又急拉 講的時候95嘛 已經要來越過179了 明天就過了吧 其實GP200我認為是加幣企業 它的一個什麼展望性 包括它的股價最活躍 比鴻海強 只能嚴盡於此其他不說了 3356的一個企業 來波段新高81塊 講的時候52塊 是不是各位有沒有 安控我們信賴產業 對不對 岳豐再創波段新高498 講的時候35 15塊 是不是也都超過4成 有沒有 岳豐嘛 然後你看玉金光 你看玉金光 3406玉金光今天也波段新高554 講的時候476 完整的一個分析 你後面驗證股價漲不停 其實這真的才是硬道理 這也是你能夠 反敗為勝的一個唯一途徑 所以蔡老師的節目 每天都苦口婆心的 把我看得到的 做得到的 也都驗證給你看 收盤 盤後 跟禮拜一到禮拜四 今天晚上要講什麼 昨天講的大三 今天還不是漲 是不是 所以還沒加入LINE生活圈的 趕快叫你的親朋好友 或者你的股民朋友 趕快加入 LINE 官方帳號 合法的投信投顧業者 懂了 所以戰勝恐懼的命決 只有一招 趕快跟著蔡豐盛老師走 命運的轉機 往往就在你的一念之間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好不好 千萬不要入寶山 而空手而回 趕快撥通電話 蔡老師就在這裡 等著來 請盡全力來幫助你 所以 過了這個村 就沒有這個店了 你一定要好好地一個珍惜 好好地把握 我們把節目時間 交還給曾偉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介分析的 各表大政權 沒有不當的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的資料請公參考 投資能夠獨立判斷 呈生評估 並且是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